120万的预算在华人钟爱的湾景列治文山市 或者是旺市的东面 能够找到怎样的自由产权的房产呢 大家好,我是Persilla 我是多伦多地区的地产经理人 今天呢,我带着一对年轻的夫妻 刚刚从加拿大其他的省份来多伦多安居 那我们呢,寻找120万左右的自由产权的正屋 或者是半独立屋 待会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一套房产里面的情况 在开始看房之前,千万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周的房产知识分享 和精彩的待看视频 待会见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小区外观的状况 那这一片呢,也是比较传统的正屋 你可以看到从它的这个设计上 然后这个树的这个高度呢,都知道 今天是万圣节,所以各家各户门口都有万圣节的装饰 好,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应该是新装修没多久 我的右手边呢,是Powder Room 这个Powder Room呢,面积不小 装得挺好看的,而且是个明窗 这个很多Powder Room呢,都不是明窗 所以这点还是蛮加分的 右边有一个镜面的滑门的衣橱 我继续往下走呢 就是右边呢,是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看得出来是全新装修完没多久 厨柜啊,白厨柜 然后这个台面,都看得出来就是新做完没多久 还蛮宽的这个位置 就是如果是我妈自己的话 还会觉得说她做饭的时候 人家可以正常的过 这个对她来讲很重要 继续往前呢,是早餐区域 现在放了一个就是这种半正式的餐桌 然后呢,早餐区域的旁边呢,就是个后院 这个后院呢,做了一个就是 还半心不就这么一个甲板阳台 但是呢,就是前面的部分呢 是一个向内的斜坡 那有的人可能对这个会介意 但是,对,因为斜坡上也不是平 所以可能做不了别的更多的事情 但是呢,就是这个甲板 本身面积还是有一些的 然后就是我们的邻居 早餐区域的另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客厅了 这个客厅呢,是一个长方形的结构 现在已经布置好了 就是这一块,其实是可以被利用起来 就是放电视机啊 然后这边坐着来孝仙娱乐的 我们从这个位置就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客厅的这个布局 宽还是蛮宽的 只不过就是因为前面那一块是 open concept开放概念 所以就是电视机的这个摆放的位置呢 要思考一下 但这边有一个背 window 一个飘窗 这个还是挺好看的 好,这就是一楼的情况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楼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二楼 这个地方有一扇窗 能够进一些自然光 好,我一上楼呢 先是对着一个镜面的滑门的衣橱 然后这是第一间卧室 这间卧室呢 是朝着小区内接的 大概有可能10平方米的样子吧 有一个小小的 算是单门的滑门的衣橱 就平方米,10平方米的样子 然后呢 楼梯的这个左边 有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面积还算OK 有一个比较宽的台面 单水槽 有一个带领域的浴缸 好,继续向下呢 有两间卧室 这一间不算大 七八个平米吧 现在把它布置成了书房 但当然可以是把它做成卧室 因为有窗 然后我相信这里有衣橱 果然一个双门的滑门的这个衣橱 这边呢 对的是后院 好,可以看得到 后院的外面呢 是一条街 有车经过 但是看得出来它是比较的内阶 好,这是这一间卧室 跟它同侧呢 有另一间卧室 这一间大不少 这间应该是主人房了 我目测应该有个十七八平米的样子吧 放一张king size bag 然后这边还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看,看得到 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主人房的洗手间 稍微遗憾的是这个主人房的洗手间是没有领域的 没有这个浴缸和领域的 可以看得到这边只是一个储物价而已 好,这里有一个衣橱 小小的步入室 好,这就是这一套的情况了 就是美中部族呢 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间不是一个full bathroom 好,情况如此 只有这一个二楼是full bathroom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套的这个地下室 地下室的面积还可以 结构也不错 就这个厅呢,面积至少有二十三平米 这样一个大的完整的矩形 离地面比较远 所以窗的面积不是很大 只有一点点自然的光线 然后呢,这边是机房 就是洗衣房 机房应该也在这里,果然 OK,所以就是二楼 地下室就是一个这样通透的这个形状 矩形 有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倒是新装过了 可以看得到 面积也不小 好,情况如此 今天的看房到此结束 如果您有您喜欢的社区 房产内型和价格区间 欢迎您联系我 由我为您搜索 带您看房或远程视频拍摄 完全免费哦 下期视频再见